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Z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治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你作為香港註冊的直覺神經科醫生 相信你在臨床上都會遇到很多病人 是因為坐骨神經痛打一遲疊 來找你 坐骨神經痛的真正原因 其實就是腰椎和底椎之間的神經線 比起結構性的椎間盤突出或骨刺 而壓住而引起這個問題 除了知道,很多時候在坊間裏做了神經痛 剛才你也說過,成因是壓住 所以多數用手臉幫你翻開 但似乎就好像一不做的時候 又會出現一個問題 在臨床上,你會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或是真正的問題在節目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神經痛其實是挺純潔的 我自己小時候在中學的時候 就去參加那些學校會跳高比賽 我用那些叫Western Roll 就是自己看書地學 就發現做了一輪這類的運動 我雖然拿了冠軍 但我都可以跳到差不多眼眉沒那麼高 不是說過頂那些 但結果發現我的右腳是出現了 痛了,也持續了很久 我們看看醫生 一般醫生其實也沒有什麼做 一般的家庭醫生更加不懂得做 那些年來,我又沒有什麼去找那些運動 沒有轉球 以前我也沒有 你也不會去找那些跌打 總之我就覺得痛,有它便少用一點 那叫做痛了成二元 有時候睡覺也會影響睡覺 最後因為直覺痛,少用它 用力做其他運動 那直覺不夠用 發現大腿圍縮了成串 也挺適合的 你不做就不知道 但因為你痛,你不動它 有機會就萎縮了 但當然是慢慢的 總之最後還是慢慢自己康復 可以痛很久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突然間跟我吃飯的時候 約了他兩公公 結果他自己來了 他太太沒有來 我問他為什麼他太太沒有來 他原諒他太太做不曾經痛 說得很厲害 問我怎麼辦 那我就解釋給你聽 看我的療法 治療程也很好 但始終我需要多些資料 找一種適合的療劑 例如我們過去的醫學上 治療程也有過百種 有百多二百種 也成功能夠醫治療程 但不是單一隻療程 不是單一隻療程 成功八種療程 我就說 你剛才提出這個病名 我是配不到疫苗的 因為幾次之後 他太太不在香港 有時候在美國 最近再約他 問他 原來還是訓得很辛苦 起碼幾個月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需要什麼資料 是配一些好的藥呢 好了 座骨曾經痛 其實成因其實都挺多 在我的情況 應該是很明顯 我做一些跳功 一些western roll 扭身體 轉動 直腿要咬起來 可能是會弄傷了 但也有機會在脊椎方面 腰椎方面 曾經刺激到 也有機會是 我們曾經進入股肌肉 經過股肌下面 叫periformis muscle 肌肉可能收拾了 壓住肌肉 也有幾種不同的原因 在坊間裡面 我有一般會用一些拉筋 其實是可以的 我現在大家聽過 拍把拉筋 其實也是可以的 用熱療 用熱的鹽來敷去 我也在西式的食品 會想到carferalltech 也有些人用功夫 也不可以用功夫 有很多不同的電流、水量、洗腸 在自然醫療的經驗裡 所以我們醫療的銅骨神經 也有很多見解 其中 Dr. Brunette 是一個很出名的銅骨化醫生 他本身是個西醫 是一個醫學的西醫教授 最後變成為銅骨神經 他認為座骨神經病 很大機會是由子宮方面的堵塞 類congestion 充血 所以女性有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 亦是乾的藥和皮 就是人的背後的成因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何找一個好的療劑去處理 對我來說是比較實惠又快 第一,我們要了解症狀 例如我們考慮痛的位置 是否左邊 左邊有左邊的療劑 右邊有右邊的療劑 還有,有甚麼可以令它舒服呢? 例如是熱令它舒服呢? 或是熱令它差呢? 或是冷令它舒服呢? 或是冷令它差呢? 那些叫做Modality 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瀑布的症狀 起因可能是因為受傷 例如Arnica、Hyperiton、Ruta 這些幾種療劑 左邊有左邊的療劑 右邊有右邊的療劑 好了,我們要考慮 它動動是會令它好呢? 或是會令它差呢? 例如Baronian這個療劑 Kalikarp、Colocenter、Colocenter 這些療劑 動動是令它差的 尤其是發射根核 動動它便會差 但也有時候動動它會好 例如野角、Russop Russop的症狀是起步困難 很僵硬,但動順了便會舒服 如果你的症狀是這樣 我便會留下野角的療劑 或是鐵的療劑 所以在我們療法的療劑 找到療劑需要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例如有些是坐著會差的 也有些是站著會差的 有些情況是走路會差的 但有時候有些療劑 走路才會舒服 甚麼都不行,走路才會差 所以我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有哪些療劑在佐吉神經痛的方法 有一個療劑叫Nephelium Nephelium的療劑 英文叫做Cutweed 鈍葉薯曲曲草 這個佐吉神經痛最主要的症狀是有麻痺 有些人經常說 有時痛有時是麻痺 如果你看到這個突出的症狀 有麻痺交替 然後軟而又沒有力 又痛 然後又麻痺 這是鈍葉薯曲草Nephelium 這是一個關鍵的症狀 另外一個療劑 我在臨床上都沒有遇過這個症狀 很有趣的 就是Indigal Tentoria Indigal Tentoria 另一種草藥 它的症狀就是這樣 每次的症狀是吃完食物就會痛 在我們醫學書本有這些療劑的症狀 但我暫時在臨床上都沒有機會遇到這些症狀 然後大陸的就是Nephelium 就是輪化炎尾 通常是運動員的 通常那種症狀是右邊的症狀 射痛、燒痛、抽筋的症狀 這個療劑最重要是熱呼舒服 冷呼、冷的潮濕天氣會差 但熱呼和休息會舒服 這個就是MED4 還有一個就是Russox Russox野國 野國通常都是這樣 是因為他受寒、受濕 可能睡在一些冰濕的地方、涼的地方 或者地下庫潮濕的地方 睡了一段時間不久就出現悲妖悲痛 甚至天綿到做得很痛 這是Russox的主要症狀 但是他在僵緊,尤其是神僵 早上起床的時候是特別辛苦 動不了的 最初走就辛苦 但是走一走走一走 走一走走一走 順了就好回來了 當然熱呼是舒服的 這是一個野國 野國可以這樣說 也挺常用得住的 還有一個療劑叫Valerium Valerium是草藥裡經常用在安眠中 這個療劑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站或休息是不行的 但走一走就可以了 這就是Valerium 你走路走路就會舒服更多 另外一種療劑是Corsicum Corsicum是右邊的那層肩痛 有一種癱瘓的感覺 還有他經常覺得筋好像短了 縮到的感覺 這是Corsicum的症狀 另外一種是Ruta 應該是雲香 雲香也是有腰背痛 那種療劑又射進去搬關節和大隊 Ruta的症狀通常會突然失體的感覺 有一種關節控下 當然關節的行動會很小心 但他發現一刻不小心 不過好像沒有力氣的失體 而這種療劑的關節問題 是Ruta Ruta 所以在同外療法的療劑裡 我們也有整個神經討論過八隻 但有些是比較常用 有些是沒有那麼常用 但最主要是要對症下 辯症之前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神經系統裡很千面萬法 現在很多事情都無從解釋 所謂的醫學科技上都無從解釋到的 所以單憑一個座骨神經痛的病名 不可能是ABC或DEF的療劑可以解決 所以需要對症下哪一種療劑 哪一種療劑 哪一種療劑 哪一種療劑才可以解決 哪一種療劑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 當然如果有直收聽過的節目 或者有跟余醫生上過課堂的時候 可能有些初步簡單的檢測方法 或者用多列都可以舒緩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跟著這些嚴重問題 都是應該要找一種療劑 於是你才能達到傳遇的情況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我過去都開了很多班 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上不同的課堂 有些上了很多 但我遇到一些問題 當有些人學了之後 他發現自己遇到的問題 是自己用他的學識的程度 找療劑找不到 他就以為放過療法 是沒有效果的 其實放過療法的效果是驚人 但是很視乎會不會用 沒錯 你不要說自己用了之後可以 一定要用得好 所以這是同樣療法的其中一個弱點 雖然是一個禁經人效果醫療 但你一定要找一個人懂得用 用得好的療法醫生其實不太多 阿賢醫生有臨床上接近40年的經驗 這方面幫助病人 一定可以很快樂 當然病人也要配合 給予正確的治療 才可以配合適合問題的療劑 而達到很快傳染的效果 多謝阿賢醫生今天跟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問題 可以打電話 和阿賢醫生做一個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想查詢剛才提及的療劑或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我們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賢醫生做一個網上會診 可以mail到cs.naturalhealing.hk 預約 想重用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尋節目 請回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 阿賢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